这个武汉病毒有这新冠肺炎 真的是制造是人工制造的 他已经先丢了一部分 他说接下来他还有更完整的资料要出来 是而且闫丽梦他这个丢出来的这份报告 26页才在短短的12小时里面 已经在全世界的学术相关的单位 已经造成这个大轰动 因为他所丢出来放在的那个学术的网站 是欧洲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核子实验是 他所公开管理的一个学术平台 这个学术平台过往总共有80万份的一个学术期刊 80万份 对他现在他丢上去才12小时 已经是左右80万份学术期刊 浏览量跟下载量的第三名 短短才12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 所以说一般的媒体没有注意 可是在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平台上 已经被大幅的下载了 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最主要原因是他这一次等于是非常有系统性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剖析 这个病毒最重要的几个疑点 第一个他讲说 因为他现在发现这个武汉肺炎病毒 他主要的基因序 可以讲是蝙蝠冠状病毒 ZC45跟ZXC21 这两个病毒的相关的那个 相似性高达95% 而这两个冠状病毒 主要就是有两个实验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 和南京军区军医大学研究所所出来的 所以他用这个病毒的来源来告诉你 而且他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切点 他说这个病毒的S蛋白含有一个独特的 茯苓白蛋白酶切割点 而这个切割点是可以透过人工的方式来进去的 所以 而且我觉得他取名字取得很狠 他取什么 是SARS COVID-19 就是他现在等于说 我把这个新冠肺炎 跟这个SARS是结合在一起 他简单讲就是SARS COVID-2 就是变成是说 你其实就是由SARS的病毒研发 他进一步研发透过实验室人工的方式 创造出了这个生化武器 而且他讲出的第二个质疑点 他说因为他是透过人工的方式 去制造出来的病毒 所以这个病毒可以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就被制造出来 所以为什么 他说这种情况是在自然界很难以出现 而他的传染性 以及他的毒性 其实很少在自然界可以发现 这么快速的传染 跟他的病毒性这么强 第三个一个点是 他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他说呢 他说他这个特征跟他的病征 其实也是自然界里面很显少见的 而他整份报告里面 还提出一个关键点 他说叫他呼吁各单位赶快去查 湖北武汉P4实验室 跟美国卫生研究所之间的金流 所以这就是提到 还点名美国卫生研究所 是 他为什么提到这件事情 因为他说根据公开的资料里面 欧巴马任期内 2015年美国国家 就NIH 他有特别像一个分盈力组织 叫做一个生态健康联盟 播放了一个三百七十万的一个科研的经费 而这个经费 这个组织就跟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 欧巴马时代的 进行相关的一个合作 所以后来整个疫情爆发之后 大家就开始去查那个就是美国的卫生 国家卫生研究院这个部分 后来又被人家查出说 里面有54个科学家隐匿 他的同事相关的研究 跟外国政府的财务单位有关系 其中93%的案件 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单位来资助 所以你就整件事情就串出来了 为什么那个严厉梦要在这个时间点 公布这26页的这个报告 而这个报告除了指出 这个肺炎病毒 有可能是人工实验室所制造出来之外 第二个他又引出了一个线 那个线叫做这个资金 从武汉肺炎P4实验室 跟美国的这个卫生研究院 金流有一些相关的关系 然后他是欧巴马时代的 是